字幕作词 李宗盛 哇,搞了很久,不好意思,等了很久了 可以回来了,大家听到很久了 因为找了一首歌 是 是 冲冲,咸冲啊冲 冲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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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King Arts的金剛飛天鑽 終於出貨了 網上一致好評 師兄說他很妖、很慎好男人 馬又夠你 是你說的 賣點就是他變成人馬的時候 居然可以兩腳站在那裡 你有沒有試過可以的? 我試過可以 還有合金比上次的金剛飛龍 這個都接近相同的合金用量 都是重手的 而這隻馬都是非常大隻的 因為它這個系列最早期 它一直都是用磁石 但是最早期的那些鴿是比較容易脫掉的 自從上一隻月札飛龍之後 它就似乎已經改良了 搞定了這個缺點 但是它的另外一方面的優點 就仍然保留在這裏 因為這隻的賞色 就已經很無懈可擊了 好的 我們看看焦點 來回主體相高 麻煩Ricky幫我對它在中間 首先真的挺大隻 看看這隻 錦光飛天轉 它這個樣子就是比較 是不是太光亮了? 都ok ok ok sorry 看直播鏡頭應該都ok 它樣子是瘦的樣子 像插圖的樣子 比較窄一點 你見它這個身形來講 它這次玩法就是 有別以往的金光飛天轉 它就玩少了很多磁石 主要就是它就不在各方面著手 那就是內購著手 多些的 那你硬著這個 已經有管束說 為什麼會沒有轉 沒有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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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轉 那兩把轉 對 為什麼會沒有轉 為什麼呢? 真的不知道 應該有事情想 應該有事情想 正常來說 應該有隻馬都齊色 但應該沒有轉 那這裏就不方便說了 你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 它好像可以穿燈 是 在面罩那裏要脫一脫 很容易脫 脫完再脫一脫 一脫就已經是內套 對 後面脫在這裏 應該要脫一脫 OK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OK 已經著了燈了 我看到應該已經著了 嘩 好光 現在先脫一脫 先脫一脫 先脫一脫 現在要沒有錢寫膠 距離 我一次介紹這個 金光飛天轉的玩具 我也要說 我小時候 是很不接受它的變形 好恐怖 很恐怖 好像枝解你 是啊 好 那我就開這個燈了 你看到套匙這個位置就著了燈了 好 不知道什麼 什麼拋 好 我找不到那些中譯的絕招名 看看有沒有觀眾找到 或者是認識的 好 那我就調低一點點的鏡頭 那就可以測試一點點的可動性 頭的可動性 頭的可動性 非常之好的 頭 手 可以這樣咬 拳頭 說真的 你說 是不是那些變態可動呢 這個系列一直都不是標榜變態可動 對 因為它是包含了內購裡面的 所以它 你 就是有得有失 那叫做 所以 你就不可以做到 好像天威那種變態的可動 它是著重它有得玩內購的那個 那個 劑力多一些 是啊 好 那條腰呢 那條腰呢 反而它的可動性呢 就挺吸引的 很厲害 是 上空真的可以拉得很厲害 而且它拉得很漂亮 是的 就是它維持那個形態呢 是有那個水桶腰 但是 沒有什麼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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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做得很好 那些遮掘了得很好 好 接著 我自己就發覺呢 它 那個胸和腰 黑色這條線呢 是 挺容易掉到這個件那裡 那如果你是很鏡的那些朋友呢 你玩的時候真的要小心 或者就是找 它原裝拿出來的時候 它有塊 有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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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塊 是 是 可能你動的時候要慢一點 是啊 它挺容易掉下去的 不過我想可能都容易抹掉的 嗯 那大腿位它有一個小小的連動 令到它的可動可以增加一點點 但是都沒有90度 但是都是沒有90度 是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是 那你腳板呢 腳板都有正常不需要的可動 嗯 不過它因為那個腳板 也是那個關節 那條筍是向前插的 是 所以穿地要扭 也不是太過容易扭 就是你自己要慢慢遷就 嗯 那它可以有些什麼武裝呢 例如 它可以將 這個是舊合金的玩法 就在背脊那裡 嗯 就除了這塊 咦 你可否給了些內購的觀眾看 那些觀眾看 OK 然後 因為它都散了 就可以將這個炮 放在背脊那裡 對 都是拆進去 對 拆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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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拆進去 對 對 對 這個向上 對 這個向上 對 這個就是當年如果你有玩夠合金 這個就是那種 咦 你有玩過嗎 小時候 看過 不是有玩過 又有 你看過 上下 調轉 對 變成可以玩這個雙炮模式 嗯 當然 這支炮 都可以拆出來 裝在手上 哦 即是裝 哦 即是拆出來 是 其實它所有關節的裝陷都很基本 即是筍位拆進去 筍位拆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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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見到它可以拆炮的時候 到底要轉去哪裏呢 是 就不知了 正常來說 這裏都是可以拆轉的 因為它叫金剛飛天轉 是 或者是飛天金剛轉 阿酷都說 是 就是這樣 另外呢 它還可以還原它用雙權合十的模式 都可以的 要換件了 換件了 換一個雙手的件 這個好像是勇者王的招數 即是勇者王都是學他的 不是 他是抄鬼滅之刃的 所有東西都是鬼滅之刃的 現在 就是出到雙權出絕招的成功 好 接著玩完這個 就輪到隻馬出場了 好 馬在哪裏 好 嘩 真是很重 首先就是很大 很重分量 正常來說 它通常 一般的廠方 都會將隻馬 是第二批才出現 是 這次就已經直接 一來就已經有隻馬給你了 這隻馬是非常之重手的 兩隻腳都是凍冰冰的 其實它這個做法挺聰明的 即是被迫著要整隻馬 而這隻馬好像是眼都可以發光 是 你要拔馬鼻 向前拔 哦 接著 看不見到 在這邊 挑一挑 那隻眼就會 這裏有一個按鈕 那我就開了一個按鈕 就應該開燈 對了 那隻眼就開了燈 紅色燈 好 繼續 繼續 可以了 我剛剛想說 它的優點就是 可以做到這些動作 以一個這麼大件的東西來講 就絕對是難得的 是的 但是好了 你先拿著按鈕 有一個缺點 我自己覺得 真是 我很不認同 我自己很不認同 就是 如果你想做一個萬馬奔 即一個奔騰的動態 它那個 這個關節 這個關節 我覺得它的方向是做錯了 即是它這隻馬 它那個後腿 其實膝蓋的關節 是做錯了方向 因為馬應該這隻腳 是向前屈的 即是 你剛剛都說 汽車品牌的logo 那些 應該是 上面這個就對了 向後屈 膝蓋 後腿其實應該是向前屈的 但是它呢 就 向前就是這麼多 反而它就 向後屈 我理解不到 可能是 它對 動物的後肢 屈曲的方向 有一點點誤解 嗯 又或者它有其他原因 我就真的理解不到 這個不行 這個刀卡很介意 我很介意 因為你做不到 那個奔騰 那個姿勢 譬如我只玩一隻馬 我拿上手玩 那我當然想做到 它好像在跑 好像 安員狼禍 馬畫得很漂亮 那些動作 那你的後腿 扭不到向前 你是做不到那種 就是那種 跑緊 是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錯誤 當然 其實你製作的時候 你已經可以 你做到這個姿勢 已經是很威風的 但是那樣東西 我覺得 我自己很介懷 那樣東西 好了 不過 都是說回一句 在生產質素來說 這隻東西是很高質 因為它的上色質很高 另外就是說回那個 其實頸的可動也是不錯的 但是你要扶住 因為它這裡只靠磁石 如果你就這樣扭 就會石到頸 那你扭的時候 你用手指在下面 扶著喉嚨的位置 才可以扭 玩那個馬頭 我覺得它有時候太過 就只是依賴磁石 就可換性方面 這個反而是少數問題 但是都 下不掩喻 我覺得 好 接著就輪到合體的部分 合體的方法 就是 要把馬頭 先拿走 對 非常簡單 還有呢 金國飛天轉 好 我先拿走 而馬頭 裡面你發現了 有一個洞 到時就要把這一件 的件 放在這個洞裡面 去連結 我想應該先插進客人 這樣也OK 這樣也OK 因為這個會插得方便 這個插 真的 下面這個也很簡單 就是把下肢拔脫 對 這樣 將它剩餘的 好 你來了 然後呢 將這兩隻腳 屈上去 這兩隻 收起來 對 然後呢 將這個位 好暢 好暴力啊 這個 不知道是鼠鞋 那你見到這個 對 有一個洞 這個就大家意會了 對 那就將這個洞 插進這支棍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咦 應該出了那個畫面 對 看到了 OK 那 結合都非常簡單 好 嗯 對 如果結合了馬 就可以用它 人馬般的武器 就有一支毛 還有一個盾牌 那支毛很漂亮 那支毛很漂亮 那支毛是金屬的嗎 那支毛那支棍是金屬來的 你先講解一下這個 這個盾牌 這個盾牌呢 有一點困難的地方 就是 這裡有四個圓形的 螺絲洞 就要撬開那顆螺絲蓋出來 其實它只有兩個可以撬的 四個都應該可以撬開 但是這個螺絲蓋呢 我想其實用磁石 撬出來會好一點 那撬呢 會有機會撬開的 因為它本身呢 這個磁石仔 這顆小小顆 是有顆小磁石在那裡 它持著那個盾牌 嗯 就會有一點的 少許的磁力 那就實實地 所以你要找些方法撬出來 因為當時說明書是沒有講解 去怎樣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都有點 還有一些 又或者另一個玩法呢 就直接把手蚊出來 插進去這個盾牌 都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OK 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大家 到底做不做到 封面的動作呢 我試一下 你加了工具喔 加了工具 到底能否平衡呢 到底能否平衡呢 到底能否出這個 要試一下 其實也不知道是否可以 你可以的 喔 最重要是說平衡 對 找到一個G點 G力 G力 有G力就能找到G點 沒錯 有G就不錯 是啊 這些可以的就知道 理論上呢 是接近做到的 但是現在 找手扶著 G點了 G G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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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靜點了 所以有些位置還是比較 對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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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比較容易的 都OK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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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不錯 當然 這個位置再調整一下 其實他可以這樣站到 都很考功夫的 好 最後就是要看裡面的內購 以最快的風度把它拆出來 好 我就不說這個了 你幫我弄下半身吧 幫我拆下半身 好 我玩一下 有腳 我把所有東西拆出來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磁石的 然後把它拆開 你會看到 大腿 可以拆前面 不需要拆前面 這樣 才靚仔 靚仔 腳掌也可以拆的 厚一點 沒錯 靠你可以拆左腳 OK 全身拆 我以為你留一半給別人 其實這個系列的設計 尤其是這一隻 我覺得 不知道怎麼說 它很多東西其實很簡單 就這樣直插 不可以說很花心思去做 但是手工就很漂亮 你看那些金銀位 就是 上色很細細 細部都有不同的上色 就不只是一顆銀色的東西 就當是內構 它是 上色方面它是樂足功夫的 設計方面 就是 它用了很簡單的方法去處理 即是 直插 磁石 這樣 這裡有個彈弓 摺腳緊的 哦 挺厲害的 這裡 裡面有個彈弓 有個 那些叫 是 藏起來了 即是它有個彈弓 嘩 不知道怎麼說 這個 挺有趣的 所以這隻馬就沒有來購了 這隻馬 會不會很複雜 會不會呢 預算它 是啊 你不是前後拼著 它就會有點鬆 除非你只是顯示器放在這裡 不動它 就可以了 那就大支相 連腳板都可以拆 有朋友問我們有沒有DXV型學新年 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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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說了 誰買了的麻煩拿上來了 那我們就爆了 沒錯 信和18樓 是 好 就看到了 整隻拆光了 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項 剛好沒有手指甲 就不拆了 我記得它之前有幾乎 是連拳頭都有拆 哦 通常呢 拳頭的內購件 在另外一些板板上會出來保養 沒錯 所以你不要問 為什麼沒有了鑽 或者內購拳頭在哪呢 可能遲些才知道 靠回分解 講到 好 好 好了 這次金剛飛天轉 就差不多了 如果真的喜歡這個金剛飛天轉 這個產品是獨特的 因為它是以往都沒有這種內購 而它玩下去是 骨架其實都挺重的 所以考慮一下 嗯 搞了很久 不好意思等了很久了 可以回來了 大家聽了很久了 因為找了一首歌